美国之所以在南海问题上 现在其余的 不可迫不及待地跳出来 这个来反对中国在南海的立场 指责中国 我想主要有这么几个原因 第一个原因是随着中国这个崛起 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美国赶到中国 越来越快赶上美国的这种规模 和经济上的规模 因此他非常着急 需要一些突破口 或者说选一些问题来牵制中国 那么南海问题 他认为就是一个很好的切入点 现在他要公开地跳出来 反对中国在南海的立场 这是一个考虑 第二个考虑 是与美国目前疫情也有关系 美国的疫情现在越来越严重 而中国的疫情控制得比较好 那么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美国国内批评白宫 批评美国政府处理疫情不当的声音也越响亮 因此他需要转移视线 因此炒作中国的南海问题 是一个转移视线的最好的途径 在他看来 那么第三个考虑 就是与今年美国的大选有关 美国大选期间 往往是把中国问题 来作为一个文章来做 来吸引选民的眼球 我想出于这三方面的考虑 他采取了这样的行动 那么至于说这个问题会不会成为 这个中美矛盾的新的引爆点 我个人认为这个问题实际上已经存在 只不过美国过去并没有这么大张旗鼓的 明确的讲出来而已 当然他这样讲 确实是引起了中美两国 在这个问题上的对峙情绪 包括外交上 我看我们外交部的发言人 也义正词严地来回击 那么双方除了在外交上 这个唇枪舌箭以外 在这个南海的一些问题上 比如说美国可能今后会 更多的派军舰来南海巡游 来显示它在南海的存在 那么中方必然会派出军舰或者战机 来跟踪 来防止美国的军舰 侵犯中国的主权 双方在南海问题上的这种博弈 今后肯定会加剧 那么这与随着美国国内政治的 这个两极分化 以及美国国内矛盾的这个加剧 中美在南海问题上的这个矛盾 我想是会越来越多的 会越来越激烈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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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